您好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 赢在地球村 您不一定听过福祉食品 但是您很可能吃过福祉食品 出品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现在是全台湾市占率最高的 加工蛋的厂商 许多的量饭店还有零售通路上 这个像是铁蛋 茶叶蛋跟温泉蛋 都是出自福祉的厂 光是全联麦的这个茶叶蛋 它的年营收就破亿元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为您访问 这个福祉食品的老板 看看他这几年如何从蛋 然后又进一步开发 其他许多方便的集食品 还有打入这个拉面店 我们现在就开始 带您从他们的蛋开始看起 你可能没听过福祉食品 但你可能吃过它的产品 福祉的工厂外观看似普通 但这里却是台湾的加工蛋重镇 是全台市占率第一的加工蛋厂商 公卖蛋就能独占凹头 这是因为福祉花了五年以上专研 如何将拨蛋壳的技术自动化 来提升制程率 最主要问题最困难是在拨壳 你要把蛋 100颗蛋拨好可能90颗 但是你一天要拨1万颗蛋 10万颗蛋 那个问题就很大 当然是不断地改善的之间 就是说你要节省能力 你要让品质好 你就要想要把它工业化 自动化 制程率提高 加工蛋的种类和市占率 也跟着提升 现在光是铁蛋和卤蛋的日产量 就高达17万颗 也让福祉进一步挑战 门槛更高的温泉蛋 短短几年就攻占全台拉面店 达6成的市占率 温泉蛋它是 比较困难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软嘛 你要剖壳 它制程率 几乎是百分之八十几 到九十这一块 所以有十个percent的蛋都要丢掉 因为你破掉就不能用了嘛 因为这几年拉面的市场 蓬勃发展 他们需要拉面的必配的 就是温泉蛋嘛 所以在温泉蛋这一块 我们发展的这几年 发展得比较快 温泉蛋除了要解决波壳问题 软硬度的口感也是关键 但福祉都克服了 他们的味道口感 都是QQ软软的 尤其是他们的蛋黄 就是说软硬度刚好 就不会有一些蛋像那样太软了 就感觉客人吃的会恶心 一路过关斩驾 不代表没有瓶颈 网购是福祉较难突破的领域 B2B的话 像我们卖到的大部分都是 在台北的餐厅拉面店 还有一些联手的一些餐饮店 还有便利商店的一些现实厂 他们买我们的蛋器 在做加工 做成三明治 做成饭团 再去销售 B2C的话 我们现在像都卖到大润花 佳乐湖 好市多 前面社 还有保养 往过的部分 我们现在有一个四个人的团队 在努力这一块 这一块最困难 最难 最难进步了 近年食安风暴肆虐 福祉每项检测却都全数过关 走进福祉工厂会发现 所有参与制成的人员 都必须穿上防护等级的网帽 工作服 双层口罩 以及防滑胶鞋 来确保制成不受任何污染 企业社会责任 也是福祉非常重视的环节 和全联合作贩售的老鹰红豆汤 就是提倡生态保育与食品安全 加上标靶跟县主的一样好吃 常常卖到缺货 是用那个耐高压高温的 PP的那个碗 放到机械里面 然后它自动充填红豆 也自动充填那个汤汁 然后自动烘口 经过高压高温杀进 出来就是一碗很好吃的红豆汤 就跟那个阿嬷煮的 不输给阿嬷煮的 不论是提升制成率 技术创新 或是对食安的严格把关 都逐渐福祉食品 一丝不苟的经营态度 也为它能屹立不摇 近半世纪下了最好的竹节 好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蛋 其实加工蛋 在竞争这么激烈之下 你可以想要知道 那个毛利率可能不高 但是这个制成率 粮率是不是成为其中的关键 我们今天就请到蛋品专家 但事实上 它现在已经不只有蛋了 还包括其他很多的 受欢迎的即食品 所以现在我们就邀请 福祉食品的董事长王荣德 王董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这个福祉食品最早 一开始并不是做这个加工蛋 但是家里 就是父亲那一代是有经营到养鸡厂 对 然后还有包括主要是粘米厂 粘米厂是我祖父 祖父开始 我祖父叫做王湛湖 所以他就用他的福 取了这个福祭这个名字 他就开了福祭燃米厂 然后我父亲家父就继续他 做福祭货印 是 我第三代就改变成福祭食品 而且货印那时候 你看也包括冷冻 仓储 甚至于余温 洋机厂 这个那时候就已经非常的多样 怎么会有这么多角的经营 因为那时候是我爸爸跟我叔叔他们合伙 合伙 然后后来我爸爸跟我叔叔就分 是 就是分家 分家刚好我家有三个兄弟 三个兄弟我两个弟都当医生 只有我当药剂师就是高不成低不救 就被留下来在家里做生意这样 那食品那时候做什么呢 刚开始是因为我们有冷冻产 还有出租给那个 一家那个做宜江加工的公司 给我们租厂房 是 他做的不是营运的不是很好 他就要我加入他们的股东 让我当董事长 结果我进去经营了以后 也经营的不是很好 就是赚的钱都只有能够付那个 我们冷冻厂的租金 是 我后来认为说这样的话 也不是办法就把 他们就认为说把工资解散 都把机械 有差不多十几个员工就 托我照顾这样 就把它接下来 接下来就刚开始 就尝试过很多食品 但是都失败 都失败 大概有几样 至少三四十样 三四十样 那你那时候累积那个 本还很高 可以这样子亏损 最主要是怎样呢 是有一个添加物的老板 他卖我添加物 我就请教他说 我想要把食品厂做大 做规模大 营业有大 到底要怎么去做 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你就是不要怕失败 你就一直支新产品 有一天你有一支产品 它业绩往上走的时候 你的公司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 结果就试了很多产品 最后是试到铁弹 铁弹才 公司才大起来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 从铁弹开始 全心全意就做铁弹 对 没有其他的弹品 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没有 那光一个铁弹 你说就是试成功 那个那时候你等于说是 你真正赚到了第一桶 很大的金 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 可以形容一下 回顾一下吗 那时候一年的营业有光 只有铁弹 铁弹是包括 银纯弹跟鸡弹 不是只有鸡弹 是 银纯弹那小小的铁弹 对 一年有一亿多的营业了 那都卖到哪里 都卖到超市 现本卖过 钱价也卖过 还有大润花 加热湖 刚好那时候 大润花跟加热湖 大卖场刚好进到台湾来 就是利用那一波的 大家对大卖场的喜好 就把整个业绩都拉起来 每次在大卖场 做市值活动 是 把业绩整个都拉起来 这样 那这个明星商品 当然带给你很大的信心 对 那所以你自然 很自然就在研发其他的 对 因为一样的嘛 如果说局一反三的话 有铁蛋竟然成功 其他像卤蛋啊 茶叶蛋 也应该会如此 是没有错 那也固然 就是像原先预估的 这么顺利吗 中间其实也是很多 碰过很多困难 对 这铁蛋成功之后 还遇到一些困难 还是有很多 因为还是要吃新产品嘛 所以我在我们公司里面 就是说发现说 主要做蛋这方面的产品 成功率非常高 但是做蛋其他的产品 成功率就很低 后来因为我跟统一的 有一次好友的关系 我就请教他们 他们说 你不要看我们统一公司这么大 我们实践产品出去市场 真正能够存活才两只而已 所以是两成的成功几率 算很高了 就算很高了 算很高了 后来实际上 你比如说 你现在当然茶叶蛋 温泉蛋 我刚刚讲说茶叶蛋 你又卖得非常好 是不是茶叶蛋 已经超过铁蛋了 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以你现在市占率 我们来先让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像以现在目前最高的 还是铁蛋 你说大概七八成是不是 全台湾的市占率 比如说所有的卖场 几乎都是只有福气的产品 比较多 对 因为我们到量分 你也常看到你们家的产品 那温泉蛋是大概有六成 六成 温泉蛋我们都卖在拉面店 拉面店 就整个V2V V2V的 主要的温泉蛋 温泉蛋 大家应该这个跟 像那糖心蛋这种的 就是拉面店我们看到的 对不对 就是等于说 我们大家看到的那种 不是说好像你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到 我们去泡糖泡温泉 他也说那个是温泉蛋 然后你会说那怎么不一样 那个味道是不同的 但是还好 还有其他的这个地方 你这茶叶蛋来讲 因为一般我们对茶叶蛋的印象 觉得燙燙 好像那种温暖的感觉 尤其在冬天是很好吃 可是你这个方便的即食 就是可以把它做成 茶叶蛋 是不一定要保存 到冰箱里头的 你也有那种常温的 这种茶叶蛋 对 现在已经可以克服到这种地步 只要是真空包装 或是其他的一些技术上 都完全可以克服 都能够克服 你是有请一些 特别跟人家 有些技术上的合作 去突破这一点吗 最主要是 我们自己有研发团队 我们有六个研发园员 他们每天都在研发 而且最主要是靠那个 高压高温那一台机械 高压高温就是说 你把产品装进去以后 你烘口了以后 你经过那个高压 高压就是超过大气压力 高温是一百二十几度 差不多十分钟二十分钟 它里面如果有感染细菌 就整个都杀死了 但是你只要不开封的话 它都是OK的 但是你开封了 就要没吃完要冰起来 在一两天内之后 就把它赶快吃完 不然就会坏掉 你那时候刚开始在做蛋 那时候是怎么做的 跟现在差很大 当然 刚开始是用联工去剥 制成率当然很差 差不多七十几个%而已 你就说有两层多就是破掉了 有两层多是破掉的 就都给猪出掉 就送给养猪的朋友这样 慢慢就研究 其实一直 这个蛋的制成力 有两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个是温泉蛋的制成力 一个是乳蛋 乳蛋它因为它前手 前手它白组蛋比较硬 不是白组蛋 它的那个蛋白比较硬 比较硬它在自动剥壳机 能够解决它 就是现在自动剥壳机就能够 但是自动解决它 不是百分之一百 也接近差不多在百分之九十二左右 百分之九十二左右 百分之九十二已经比起台湾 其他人技术来讲也是最好的 是高了 是高了 但是温泉蛋就不一样 因为温泉蛋它是半熟蛋 它那个蛋白很软 很容易破掉 所以温泉蛋我们现在还一直在研究 这个是无止境的 研究是无止境的 因为它的制成力要提高到我们满意 还是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段距离 你刚刚讲说温泉蛋 它其实是百分之九十二是不是 白组蛋 就是熟的蛋 熟的蛋 但是温泉蛋的话 它只有它的 现在的粮率大概是多少 百分之可能七十几八十而已 七八十 这个次如果是要提升一两个百分点 就非常困难 对 没有错 因为我们一天生产二十万颗蛋 二十万颗 你是包括全部都加起来是不是 包括铁蛋 温泉蛋 茶宴 全部都是 那真的量非常的大 如果你能够提升一趴 你去看看它的金额就下了 那这方面的技术是 都是我们国内就可以 我们自己研究 我们也去日本跟日本人交流 日本做蛋最大的加工工厂 它也曾经来跟我们拜访 大家互相要交流 我们互相要跟它交流 是 那在技术上 它们会领先我们吗 日本人并没有 没有领先 因为在这个拨蛋 其实我们叫参事 所谓参事就是说 你要第几天生的蛋 你是几桌生的蛋 你生出来是第几天才下锅 下锅第一段的温度是几度 再来第二段温度是几度 每一段都是一个参事 我们要做到一颗蛋煮熟 要十几个参事 都不一样的参事 而且这个参事不是每一天都一样 它是会变的 比如说夏天的蛋 你今天生出来 你在两天内你就要下锅煮它 不然它那个蛋黄会往下锐 往下锐 你煮熟的时候是不是蛋白很薄 对 容易破掉 那就容易破掉 夏天比较快 冬天可以第四天 冬天可以放到第四天才煮 你太早煮也不行 太晚煮也不行 太早煮会怎么样 太早煮就是说 它那个蛋壳 有一个蛋膜 它里面有一点水分 你要放到它水分干掉 它才会在脱渴的时候 不会把那个蛋膜跟蛋白连在一起 原来是这样 这里面你看是很简单的一个剥渴的动作 其实它里面的邪问问题 困难点其实也很多 你说医药科 而且要变 都要每天参事都要变 那这些参数 你当然自己经验很丰富 记录了几十年 那这个是现在变成 大家一般做蛋的人 他们其实就都会摸索 都知道这样的事情吗 别家我就不晓得 我们是靠这样在做的 别家的公司我就 是 那你觉得秘诀还有包括哪里 你刚刚讲的是说 你要去判断这个经验 所谓秘诀最主要就是蛋元 蛋的那个 蛋铃 是 所谓蛋铃 我们最主要就是用什么 用鸡铃是25桌的鸡铃 生的蛋到35桌 那这一段的蛋是最好 最好的蛋 最好剥的蛋 制成率会最高 那现在来讲 就是说 每次生产 你说一天 一天就是有20万颗蛋 这样的一个量 那生产线来讲 是不是现在你觉得 国内的市场来讲 你觉得这样就差不多 还是说你想要再扩展 应该台湾的市场 已经接近 饱和了 所以我现在准备在建新厂 它不是做蛋这一方面的 要突破 要突破再往上成长的话 就是要再做其他的产品 是 不过拉面店倒是你 这几年也蛮努力的 拉面店已经经营了多久 差不多5年有了 5年 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说 拉面店有很多 日本人也到台湾来 那日本到台湾来开 拉面店是不是会 有机会成为你们自己客户 还是说日本人就是 都会进他们自己的蛋 因为他们很习惯这么做 他们在日本他们是自己播 在店里面自己播 来台湾的话 他会接受我们的蛋 因为他只要到我们工厂参观 他看我们工厂的清洁度 跟管控度 品质的管理 他就会满意 所以你们这个机会 应该是很大的 对 所以很多日本店 是用我们的温泉蛋的 是很多 是 那温泉蛋这一块 你觉得我们的拉面店 如果除了日本人以外 那是不是有可能会 有机会攻进去 这个比较普及化的 因为你们除了零售通骨 也开始 你看这种B2B的这种方式 餐饮 包括以前像比如说 我们知道说有些蛋 它供应最多 有些是售洗烧店那些 但是这个不是你们的 主要的这个产品 你们是等于说是一个熟食的蛋 这种很方便的 所以对这些食品餐饮店来讲 它其实可以应用的地方 还蛮多的 对 像牛肉面也有用到 对 因为我们经常小吃摊 动换也用到 对 是 所以你的成长 应该是还蛮有机会 但你觉得说 现在你的生产线 好像这样就够了 是有限 不是说还会成长 但是还是有限 我觉得拉面 在台湾的市场 它可能会有时候 会热到一个 你说热头是不是 热头把它那会往下 它不会马上掉下去 但是是慢慢往下 所以你的评估感觉到 必须要稍微保守一点 不要太乐观 觉得看到说 拉面现在兴起 你就投入生产线 你不要这样 你可把生产店的机会 留给其他的产品 对 我最主要是把品质顾好 还有交期要顾好 因为你拉面店 我们最怕怎样呢 最怕那个联系假期 连续假期 比如说他跟你评估说 我要10箱 你就送了10箱 是 结果他到了第五天 10箱就用完了 没有 没有温泉蛋 怎么卖拉面 我们最怕这样 所以我们对很注重 交集跟品质 这一点 这两点 是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说连续假期 然后生意超级好 然后又跟你们订 临时没有 你们怎么去评估 到底他应该有多少的一个安全量 这种客户需求 所以我们会在 我们台北有营业所 有仓库 高雄也有营业所 也有仓库 就像这种紧急状况 我们就会 马上就 应付客人的需求 马上配送 还是有一个安全的一定的量 就对了 就有人值班 假期也有人值班 为了应付客人 还是有人在值班 因为工人不生产 但是有人在值班 是等客人交货的 那个值班的人 那保存期限呢 保存期限不久 差不多20几天 放在冰箱 7度C以下20几天 这是温泉蛋的部分 那其他卤蛋这些呢 卤蛋我们是真空包装 它可以保存到 可以到一年 它不需要防武器 可以保存一年 所以在外销上 像你这几种蛋品 在外销目前这一块来讲 你自己目前做得如何 也还不错 像你在美国的华联市场 我们都只有 外国人他不吃 不吃铁蛋卤蛋的 他都只有吃白子蛋 所以都在华联市场 华联市场的 这个铁蛋卤蛋 几乎都是我们附近的 主要是在美国是不是 你现在外销包含哪些 澳洲也有 美国 澳洲 香港 新加坡 还有 是 加拿大 加拿大 这比较大的市场 大陆也有 但是大陆 它禁止那个蛋品进口 我们那时候都走小三通 现在小三通好像封掉了 所以大陆就比较少了 那我们再来谈到 刚刚你说拉面店 因为我看到你带来的东西里头 我看到一个 一块一整条的叉烧肉 这个也是搭配的 因为有 我想拉面店就是经常都需要 用到叉烧 所以这等于说你 你想说 反正我供应 那另外叉烧肉我也来做好了 这算是你跟以前 很不一样的一个食品 对 最主要是服务客户 就是说 我一个业务去拜访客人 光卖一个温泉蛋 其实太可惜了 我有叉烧肉 有笋干 这些叫做必配 就是 拉面店一定要配置的东西 就是叉烧肉 温泉蛋 还有笋干 是 这几点我们都有在做 但是你这样供应拉面店 会不会他们的味道 变得有点一样 他们自己 只有那个汤头跟面条 可以自己发挥是不是 所以叉烧肉 它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味道不能太浓 就是在盐味 就是盐奶的那种 肉的那个香味 不可以加 其他的香料太强 他自己再去调就对了 他不调 他就直接切了 就放在那个面上 切片就放在面上 他不再调 对 因为如果这么方便 有些那种很讲究 他们家拉面 很独特的那种店 会不会就想说 如果大家都跟同一家近 都跟福地近的话 那种味道不是都很像 也有啊 也有这种店的店主师 他是这样想的 他的叉烧肉自己做 那就很麻烦 你要煮温泉蛋 你要自己滚那个叉烧肉 我觉得温泉蛋 其实可能还好 就是说用温泉蛋方便 但是叉烧肉 这个觉得就好像是一个 我自己来讲 吃拉面一个 也还蛮关键的 这个肉是很关键的 对 那你的客户来讲 一定可能就主打对象 是那种比较 不会说是那种 很太非常讲究 说好像高端一碗 要卖你几百块 那种不是你们主要的客户 对不对 对 如果是他 很讲究这一块的话 他就不会跟你买 对 他也不会跟你买 他就主要跟你买 所以你也不用想太多 就是说好像你需要帮这么多 因为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 没有 所以你就做一款这种叉烧肉 味道不要太重的 看有谁需要 就供应给他 方便这样 方便吗 他就像我们很多看到那个小吃摊 他们其实进货来源都可能是同一家 只是煮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所以日本的拉面店会特别比较贵 最主要是他连汤头都自己熬煮 很多现在很多拉面店他汤头是 是用买方便 买的 买的那个工厂也是用骨头去熬煮的 现在台湾有两家日本厂 是日本人来这边设厂的 他是做高汤做好的 他是用骨头去熬煮以后 浓缩高汤 卖到你的拉面店 他再做一些 加上一些水 调料 稍微调一下 就变成他们店独特的汤头的味道 对 因为我真的有看到这样的拉面店 上面就贴了一张海报说 我们本公司绝不用这个骨粉 一定是那种大骨熬的 但是这熬的只是说也是别人带工加工的 当然他们是没有用骨粉 是真的也是别人带工的 就像你讲的 他也是大骨气熬煮的 没有错 是 所以你的客户群 是不是以上班族为主 也不是这样 最主要是我们就是配合那个 全联 全联他有一个生鲜部门 是 生鲜部门他常常要推出新产品 我们跟他配 我们的研发单位跟他的 采购单位就互相研究 现在全联他需要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就帮他做 因为他的量大 而且他的那个上架会没有上架会 他抽的毛利也低 所以主要他要求我们把这个回馈给消费者 就是把他没有跟我拿上架会没什么 但是你的毛利高了嘛 但是你要退一些 因为他主打的就是便宜嘛 以他主打要比别人便宜 那好歹 当然你这些超商 超商他们抽成都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卖的是便利性 那全联的定位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 等于说他们也可能会出一些考题给你们 当然啦 希望说他就直接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什么 那可能也不只问你这家 还有问别家 看谁可以配合 价钱也要谈得懂 然后量又要够 没有错 他会找说你工厂适合生产什么东西 就像他为了做老鹰红豆 他就找了好几家来谈嘛 因为那个徐冲仁那时候跟那个林敏雄 董事长 他为了协助恢复台湾老鹰的数量 他就去跟农民去做好几百甲 这里面他就有做铜锣烧 做红豆汤 做红豆面包 红豆面包对 还有那个生的红豆 就包生的 是 红豆汤就他找了我们 我们刚好有那个机械就帮他生产 为什么找你 你们原先就已经有红豆汤 自己品牌的附近有红豆汤吗 那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但是我们有那种设备 我们那个设备刚好可以配合 制作这个红豆汤 那个本来是做什么的 用来生产什么 也是来做那个摊品的 你们有粥品 对 有粥 所以是可以共通的 就替他来做的 没想到卖得非常好 消费者就听了这个上面都有写老鹰的故事嘛 大家消费者就为了保护老鹰 就很捧场就对了 但是环境保护行销一个成功的例子就对了 要不然你们其实你们福气粥品来讲是不是其实也推出也还卖得还不错 我看还有不同种的粥品 我们最近研究了原花的宝宝粥要去推展大陆第二胎 看说现在配合是一个时机这样 宝宝粥就更细了 对 这在我们是锁定一岁到三岁吃的宝宝粥 它估计三年内会有两千两百万的新生额会 会出来 会生出来 是 所以那个市场是很大的 我们现在已经研发成了 但是像我们公司已经有到大陆去产展 产展在推广着这个作品 那生产线会不会也不够啦 订单还没来 订单来本来就 订单来当然就是砸下去了这个钱 那刚刚提到说那个老鹰红豆 因为等于说这个品牌 你就延续下去就会一直推出 红豆你觉得除了行销故事好之外 你的红豆汤你要不要直接讲一下 就是说你用这个机器生产 这些红豆汤跟我们一般自己熬煮 因为红豆都要泡过 而且红豆是比较不是像绿豆那么好煮的 那您这方面是有经过什么样的 内部的研发还是外部的合作 没有外部完全都我们自己来 但是里面有一些商业上制作的 还是有一些Petball是不是 Petball妹妹 自己你这款是也骂了多久 我讲的话那个烟花都会骂我 对因为可以有奖金的 这种业绩的 所以你看这个是写着台湾红豆糖 当然它的品种不太一样 另外一款是有这个老鹰红豆 那还有看到这个银耳玉露 还有红豆艺人汤其实很多不同的搭配 但是生产线都是 多一样的 一样的一个设备 一样的设备 对一样的设备 那卖的最好就是红豆汤 红豆汤卖的最好 还有那个利豆艺人也卖的不错 但是这些汤品或者是粥品 也跟蛋一样就是外销到华人的市场吗 现在也在推广中 尤其是红豆汤利豆汤 你像在国外你要煮个红豆汤 你要自己来 利豆汤你要自己来 外国人外国买不到那种东西 生的豆子买来自己回家煮 对啊就很累 煮起来又不好吃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在推广 但是外销的东西不是说 你一推就马上就上市 它就还要经过评估 还有这个传奇 还有价格的那个讨论 成功以后它就马上就会下单 已经有一部分下单了 摊品有一部分下单了 外销 是 那还有什么即食品 是你自己很满意的 即食品 对 这种拆封即食的 你这么多款不一样的产品 所以满意是那个黑木耳 黑木耳 这也是健康的饮品 所以它通血管 黑木耳入 就是我们只会用黑木耳 跟一点点的糖 是 就直接去熬煮 这样 黑木耳它是通血管你知道吗 会帮助心脏的血管 当然黑木耳我们大家一听到这三个字旗就知道说是吃健康的 但是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有就是喝的啊 那你这个是 那你怎么去给它区隔化 我们做的是有颗粒的 没有全部把它搅脆 是 有颗粒的 而且它是低糖的 低糖 比较没有负担 比较没有负担 现在这等于说是一个趋势 我看现在豆浆很多人可能有原味 然后低糖还不够还有微糖 分得更细 还有无糖 所以等于说这等于说大家在糖分这样 像外国人都觉得很惊奇 我们台湾人不管是你看那个茶饮店都分得好戏哦 在国外没有这样啊 还问你哦 那个服务生还问你说是原味还是扫糖半糖 搞不清楚这样子 这也是变成我们的一个特点 那其他的我们刚刚讲到说 你说研发这一块 当然是由你们自己的商业机密 那你通常对于员工在管理上 你怎么去激励他们 因为你说十支产品有两支很棒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其实你没有谈到说一些失败 比如说一件失败的产品 光是它上价下价大概要 要两百多万 两百多万 那就是亏损 那你在这几年当中 下价好几支 十几支 十几支 有没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下价的话 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惨痛的记忆 我做过一支那个叫做 我把那个人参放在那个鸡蛋里面 卤蛋 卤蛋里面 把人参不是一片一片吗 是 就插在 卤蛋是软了嘛 就把它插进去卤蛋里面 然后真空包装来 再去杀进 一高温高压杀进的时候 那个人参就软下来了 就把味道分布在这个鸡蛋里面 叫做人参加味蛋 是 你吃的时候就会吃到人参啊 对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特殊的产品 应该会大成功 是 结果就失败了 下价 失败下价 那一颗卖多少 加了人参的不得了 有可能卖的比较贵吧 那不只比较而已啊 既然如果有个人参片的话 那是因为价格的问题还是 我看这价格也有问题 还有消费者也有问题 消费者他不喜欢那种味道 也有问题 就是鸡蛋跟人参加在一起 那个味道可能喜欢的有点少 所以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名字 人参加味蛋 觉得 我认为是可以强壮健身 这样子 不是很浪漫觉得 这个 这感觉上好像是一首歌这样子 人参加味蛋 所以就推出 这个是您自己想的 还是员工研发的 这是我自己想的 你自己想 好 只要再次员工自己想 要不然的话 这个压力很大 员工想的失败也是 也是你要概括承受 因为他们都要经过你的批准 对 我们是一个就是说 失败都不用怕 是 就用力去试就对了 对 不怕失败 不怕失败 那个有功有想 弄败不用败是不是 员工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错 那你怎么去奖励他们啊 就是研发比如说 我们就研发就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东西 如果成功上市 一年的营业额的几个percent 就是你的奖金 这个很过瘾耶 对啊 一年营业额几个 那茶叶蛋这个呢 像茶叶蛋 你说一年破亿啊 光是在学年卖的 因为茶叶蛋的蛋品是 蛋品我没有奖金 是 是蛋品以外的东西有奖金 曾经有领过三四十万的 五十万以上的也要有年龄 那看每年都 营业额都可以 都可以领 就是他的奖金 他的营业额到的 到那个程度的话 他就可以抽那个 百分比 而且每年都都可以抽 对不对 好像有的可以抽三年 有的抽五年这样 不是一直抽到牢 我觉得你在这个 看你们的员工 尤其是主管这个阶层 我也看过 好几年看到说 他们经过这几年也升迁 然后也待得好好的 所以可见 你怎么让他们 也留住这个心 然后看那员工的流动率 不是那么高呢 就是这几年 你去食品展看到 还是那些人 对 可见他们都非常的 跟这个老板 都这么多年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食品 但我们看到很多 就流动率很高了 那我不知道你们 一般员工是怎么样 那最起码 看到的这个主管是 都还在位置上 对 那你怎么去管理员工 最主要是 如果在公司表现好 我们第一个就是 送他 他如果没有 不是受数的话 送他去读EMBA 公司花钱 公司花钱 读EMBA回来 如果表现好 我们就给他入股 成为公司的股东 所以我们公司 本来我是100%的老板 我现在是剩下80%而已 20%是给干部 都是干部 就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协理这些人 我只剩下80% 我就是舍掉了20%给员工 所以他们都会 很拼 很主动去想把公司进一好 我说你们不用很拼 只要用心就好 我不喜欢员工做得很累 我看他们加班 我说我也心情 对他们很不好意思 我说我希望你们来福气是快快乐乐的工作 很轻松 你的薪水又比赔很多 奖金也比赔很多 这是我的期待就是这样 我不喜欢员工做得很累 这样我会不好意思 那你接下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问您说 你在研发的脚步上 你有没有设定说 一年几款新品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计划 我们大部分新品都是这样 都是看市场的卖动在走的 市场的卖动它怎么走 我们就 有时候研发到一半 就把它停掉了而已 有时候就赶快研发 赶快研发什么东西 就看市场的卖动在转变 未来 我现在已经在看工业地了 在要建新的厂房 打算在另一方面 再创造一个隐形冠金 但是不是蛋 是其他的东西 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 谢谢 我们希望说福气 因为已经将近50年的日子 我们希望说 可以下一个50年 看到你们也是更加的飞黄腾达 谢谢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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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